比中央更快发6000元 说的正是新竹县竹北市的名声纾困金 第一波温馨直送 1.2万人领到之后 进入第二波的一化申请 3月28号开放线上申办 备妥四宝输入再上传 两分钟内完成 4月4号前就会入账 民众都说很方便 一早民众都来到斗伦里集会所 要线上申请6000元纾困金 竹北市长郑朝芳也化身为服务人员亲切解说 只要被妥护号身份证字号 出身年月日手机号码 再上传身份证正面和存折封面 两分钟内就能完成 我们力推一化 也象征着竹北是大新竹的首善之士 我们用科技的方式来做呈现 我想这也是我的证件 做到的第一步跟防疫经 这是第二个证件 我们同一件事情双证件说到做到同步到位 第二波一化申请3月18号上线首日 开放一小时申请人数就标破一万人 免出门免排队只要连接官方申请网址 24小时都能线上申办 4月4号前就会入账 民众都说很方便 大多要用来添购生活所需 因为竹北市有十几二十万人 如果一化的话可以这样加速 加速我们的办理速度 而不需要这样子去排队 就增加一些平常的支出 现在物价不是都上涨吗 那就买菜 日用品 就这些东西需要的东西就花在那身上 物价都涨的一个时代里面 不管是这一波的纾困金 那其实在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都很照顾我们这样子 那就我觉得涉及在竹北市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竹北比中央更快发六千元 施工所服务专线 每天也涌入超过千通的咨询电话 不少物博又以台北市询问最多 台北市的视频朋友还说 怎么竹北人可以先发 为什么不是台北 那我要来告诉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那这是专属于竹北幸福六千的幸福限定 那当然竹北特别幸福 再加上中央的六千块 那我们可以领到一万二 竹北幸福限定 一化施政第一步 施工所也提醒 线上申请后不会收到简讯通知 除非申请不过才会收到 要民众小心放诈骗 五百六千